屏東縣仁愛國小羽球隊 在今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勇奪國小女子組亞軍 而芳寮高中羽球隊 更在2017年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國首選拔中 奪下冠軍及亞軍 屏東縣長特別感謝 這一群羽球選手的付出與努力 以代表縣政府來跟他們鼓勵 也期待在他們的引領下 屏東的375區體育 能更加的蓬勃發展 屏東縣有豐沛的體育人才 縣長承諾未來將持續提供 相關體育資源 並在制度的整備與人才獎勵等措施上努力 潘孟安同時接見今年榮獲 總統教育獎的芳寮高中學生 陳之鳳 青山國小的潘育萱 以及內師國小的詹瑞婷 三位學生 其中來自三地門鄉青山國小的潘育萱 在師長眼中 從幼稚園開始 就懂得突破家庭困境 認真學習 他能夠這次總統教育獎獲獎 最重要是說 他從小從幼稚園開始 他的態度就決定他的未來的高度 那他在這樣的家境的經濟 或者是家庭結構的狀況底下 他從小就非常地 對自己的學習非常地認真 尤其是品德跟孝順這一塊 獲得這個獎 應該要跟上一層的就是繼續努力 讓以後的國中高中的課業 可以往上跟進一步獎 獲總統教育獎的三位學生 在家長與師長的陪同下 一起到縣府接受表揚頒獎 縣長潘孟安親自鼓勵 肯定他們不畏激 努力向上學習的精神 記者歌手 屏東是採訪不到